资料图 大家都不发展核武器 据美联社当地时间20日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指控俄罗斯 一旦违反美苏在1987年签署的中途导弹条约 扬言除非俄罗斯愿意签订新协议 否则会终止有关条约 并带领美国重新发展核武 据美联社报道 特朗普在内华达州出席活动 实现记者表示 该协议限制了美国发展武器 我不知道为何奥巴马总统不退出条约 但我们不会再让俄罗违反核条约 并继续制造武器 不过 他随后还扯上中国 趁除非俄罗斯和中国来跟我们谈判 大家都不发展这些武器和武 否则美国无法接受 他还声称 只要有人违反了协议 我们就不会是唯一遵守协议的人 早前 美国纽约时报曾报道着 美国外交官员19日 告诉该报记者 中国不是中程导弹条约的签索国 美国认为该条约的 不利于应对中国的军事发展 也不利于美国扩大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 而事实上 中国外交部早就强调 自拥有核武器的第一天起 中国政府就郑重声明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方始终恪守这一承诺 兼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 始终把核力量维持 在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 没有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针对美方的指控 俄方又很快运以驳斥 俄美引述该国外交部消息指 美国退出协议目的 是要塑造一个单级世界 有分析指 一旦中程导弹条约破裂 势必加速美俄核导弹宣备竞赛 俄邦还指控美国在东欧部署 应对伊朗威胁的导弹防御系统 可改为发射攻击俄罗斯 的中程巡航导弹 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周四十八月表示 俄邦在核武上采取不率先使用政策 声称该国没有先巴制人的概念 更只只有在遭到核武攻击时 俄邦才会以核武还击 中导条约全称是苏联和美国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 由美国和苏联于1987年12月8日签署 条约规定 双方将全部销毁和彻底禁止射成为500公里至1000公里的中短程导弹 即射成为100公里至5500公里的中程导弹 海外网杨家本玩戏版权作品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海外视野 中国立场 登陆 人民日报海外把官网 海外网 HireNet CN或海客客户端 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 海外网 巨移资讯 1 谢谢观看